過年有打算做什麼事情嗎 一 二 三 上班 默契了 可是我會上班 我會上班 新聞主播過年上工拚減重 好新聞比運動還容易受 但是主播們來續新聞做客 要在過年期間運動甩油 雖然主播的姿勢沒那麼標準 但人家根本不在意啦 因為 當然是過年會變胖的人嗎 等等我們是很囂張啦 還是沒有過年會胖的人 好會講話 真的 我在想說是不是太老累了 所以胖不起來 沒有 沒有 真的 你的工作的形態 影響了你分來的女生習慣 真的有 多少都有一點 趕新聞的時候什麼 對啊就可能沒有辦法 所以要胖的感覺 也很難對不對 所以真的可以 好討厭喔 享受來當記者試試看 當主播看 好好講 好不好可以 過年有打算做什麼事情嗎 一 二 三 上班 沒默契耶 我還在上班 我想說 我想面對還要面對啊 去哪裡 有啦 上班 值班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窮事 有啊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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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時常會把人民念錯 我怎麼辦 就是很後悔啊 就是已經準備要寫來的姿子 心 然後有一次印象很深刻是 在播動物園的新聞 然後那個動物叫做樹踏 然後他在講說他的叫聲很特別 可是我當下就是因為 其實就是看到那個字 然後我就不曉得 聲音講成就是 樹懶的叫聲 然後當下講完之後 我就聽到我的耳機就是一陣爆笑 整個父況大笑到負心 然後到下一條我可能就是 嘴巴那個笑意還在泡泡 這樣下來 當下之後馬上知道 就是那個動物證券名稱 只要樹踏這樣子 最重要還是當下要趕快 更正 更正或是保持正定 因為只要你不尷尬 大家都不尷尬 只要笑我就對了 徐新聞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周星澤 我是周宇天 祝你們新年快樂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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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樂